德吹祖师爷 著名民间科学家丘吉尔中堂曾经有言 战略舰之间的战斗并不是两个重甲骑士互砍 而是两只鸡蛋拿着重锤互砸 这一名言在当今网络中 常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军迷所引用 以说明战略舰时代甲蛋对抗的失衡 甚至得出战略舰防护无用 只需升级火控和火炮等与事实严重不符的结论 事实上战略舰设计有和船舰平行布置的垂直装甲 和甲板平行布置的水瓶装甲 亦或是延伸至水下的水中弹防护装甲 和众多隔舱构成的鱼雷防御系统 对当时各式各样的武器攻击都有着良好的防御效果 但介于篇幅和排版所限 本期视频不会对战略舰比较与防御的重要评价标准 免疫区展开介绍 这一内容在本系列的后续视频中将予以展开 如果部分观众有意 也可在弹幕评论中先行科普 而本期视频将着重于大核使用的刚才名称 开发演变史 其主要用途特征 以及大核的装甲布局等方面 进行简要的介绍 由于刚才的特性不同 战略舰使用的装甲钢种类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经过表面硬化处理 在刚才表面拥有不同厚度硬化层的表面硬化装甲 无论表面还是装甲内部 均使用均等材质的均质装甲 在炮弹入射角度接近垂直时 均质装甲的抗弹效能较为低下 但表面硬化装甲则可凭借硬化层 使炮弹的背帽甚至弹体破碎 因而达到较好的抗弹效果 但在炮弹大角度入射时 硬化层则有可能出现断裂破碎的现象 而均质装甲则无类似问题 故在大河等末代战略舰的设计中 与主装甲带等垂直装甲 均采用VC、VH等表面硬化装甲 而甲板等水平装甲则 则采用MNC、CNC等均质装甲 在表面硬化装甲方面 日本国内在20世纪初 曾以德国的KC装甲钢进行尝试 但因为当时采用的表面热处理技术不过关 导致表面硬化层过脆 着弹时即使炮弹未击穿装甲 也亦发生表面均裂或硬化层剥落的情况 此后日本从英国引入VC装甲钢的全套生产工艺 以完善的渗炭工艺 和以电热达成精确温控的表面热处理工艺相结合 最终于1912年生产了质量接近英国原品的 拥有占装甲板总厚度20%至25%表面硬化层的VC装甲 在长门级战列舰设计期间 随着战列舰主炮交战距离的不断增加 对甲板的防护和专门水平的高张力防护装甲的开发也被提上日程 日方技术人员针对引进自英国的VNC装甲 对原有成分改良的同时 改进了热处理工艺 开发了更适合作为水平防护的NVNC装甲钢 长门设计完工之初 就使用了63.5毫米的NVNC和38毫米的结构钢的水平防御 此后到来的1922华盛顿海军条约 到1935年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谈判破裂 漫长的海军假日期间 日本未新建任何战列舰 但期间对新型装甲钢的开发工作则从未间断 如1930年开始 为设计厚度更薄且有效的水平装甲 加入更多同以加强其韧性的CNC装甲 但因为厚度增加会使得其内部质量无法控制 其厚度一般在75毫米以下 例如重巡洋舰最上动力舱段的水平防护 就采用了60毫米倾斜17度和35毫米的CNC装甲钢 此外新式表面硬化装甲的开发工作 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1937年开始 以NVNC为机材开始批量生产的VH装甲钢 在VC的基础上去除了渗碳工艺 仅使用断烧和表面热处理的方法 解决表面硬化问题 相比同厚度的VC VH的其他性能基本相同 但韧性更佳 故拥有较强的抗冲击能力 且生产时间仅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 更利于量产 故被用于大合级战列舰的主装甲带 除了以上装甲钢 为了应对俯虫轰炸机的威胁 日本专门从德国引入技术 在德国装甲钢成分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木 开发了有更好延展性 用于抵抗大质量航弹冲击型变的NNC装甲钢 因为增大厚度也能维持质量 其被采纳为大合的水平主装 其设计更侧重于防御低速、大质量、大角度下落的弹丸、航弹的防御 因而也被广泛地用作日本空母的水平防护 当然生产制造完成的装甲钢 并不能直接被安装于军舰上 每次的产品也需要一系列的后续测试 包括检验切割时残留的边料以检验其质量等 具体验收标准为 在钢板的前后两侧安置测速仪 分别测量炮弹击中、穿透装甲板后的速度 以取得速度变化量 并与同类型装甲取得的平均值比较 若边角料不合格 整批次的装甲都会被废弃 这一装甲质量的量化评价方法 在下文中提及的美音对日本装甲的测试中也有采用 不过随着太平洋地区的占云密布 1941年中期日本部分稀有金属供应中断 导致了制造部分装甲的成分发生了变化 以CNC为例 为了应对镍、蒙铜等金属的缺乏 而开发了改变成分的CNC1与CNC2 而VH等表面硬化装甲则 则几乎停止了生产 相较于性浓等件于1941年前后生产的装甲钢 1937年和1938年分别开工的大核五脏二件 由赖于稀有金属的进口和非战时体质下较可靠的品控 其安装的装甲钢质量可能相对较高 以VH为例 美方战后测试的VH钢样本中 品质最佳的样本为1934年的试制品 而1941年初的样本质量则有所下降 到1941年中期 用于性浓的样本则更列于前者 虽然结合英峰对其他样本的测试 其结果更多地说明 日本生产的VH装甲钢品控相对较差 导致各样品之间的质量相差较大 但也可在一定程度上 窥见稀有金属匮乏对装甲钢生产的影响 相较其他参战国的同类型产品而言 因为列去了渗炭工艺而仅采用表面热处理 VH钢的表面硬度 与采用传统渗炭工艺的装甲钢相比 有着较明显的差距 且其表面硬化层厚度 更多受控于技术人员的实际操作 故实际根据装甲用途的不同 样本个体偏差较大 例如海军炮术史一书中 提及大核所装备的VH装甲钢 表面硬化层厚度约占总厚度的30%至33% 而在美英占后对日本装甲的测试报告中 有发现硬化层厚度占总厚度35%以上的样品存在 不过因为运用于大核及二件的VH 已无样本留存于事 故很难对此进行准确定论 不过这也不意味着VH装甲钢的一无是处 恰恰也是来自美英战后进行弹道测试的 仅有四份样品中的两块 反映了其超越英国CA装甲钢 和美国Class A装甲钢的优良抗弹性能 其余测试中最差的VH样本 也仅以93%的质量逊于美制装甲 虽然同样受制于战后资料销毁等问题 无法得知VH装甲钢的平均水平 已与主要参战国的同类型产品进行对比 且英国战后使用相同工艺制作的试制品 表面硬度相比测试样本更低的事实 也证明了其制造难度可能无法在日本技术水平下达到稳定的质量 但也至少可证明其并非质量低劣之产品 对比诸如美英等参战国的装甲钢而言 日本所生产的各类型装甲钢 因为战后留存的样本较少 因而只能从现有美英报告中的弹道测试的样本判断 日本表面硬化装甲和军制装甲和结构钢的质量 与美英同期产品质量相当 但部分产品可能质量略逊 但是刚才质量的小幅差别 完全无法抵消装甲厚度上的云移之别 亦难以撼动大核在入翼战列舰中防御设计的巅峰位置 以上,我们已经粗略地介绍了大核所使用的装甲钢种类 在此,我们正式对大核的装甲防护设计进行介绍 大核的装甲重量为21,300吨 防护板重量为1630吨 共占69,000吨舰体总重量的33% 其中垂直装甲带厚度为410毫米 向外倾斜20度 布置方式为外置 覆盖了包括1号炮塔到3号炮塔之间的全部闲侧 其由水线以上延伸至水线下2.5米深度 覆盖部分TDS后方位置 其防御标准可以在19,000米以上的距离上 防御压滑的马克星主炮发射的炮弹 炮塔座圈的厚度并非固定 1号和3号炮塔的正面厚度最大 为560毫米 后方则减至380毫米 2号炮塔座圈 或于甲板上方的部分厚度440毫米 至最上甲板下方则减至380毫米 相比完全垂直的炮塔座圈 1号炮塔和3号炮塔前方的垂直装甲则有着较大的轻角 其厚度分别达到340毫米、300毫米和350毫米 且下部装甲的厚度随着向下延伸而减小20至30毫米 水平装甲布置于两层舱室以下 其厚度为200毫米到230毫米倾斜7度 核心区上方 船体两侧的最上甲板未辐射中甲板 单一木质甲板和多层结构缸的叠加 其设计防御水平 为4000米高空水平投掷的800千克航弹 可抵御二战舰载俯撑轰炸机 在正常俯撑高度投下的几乎所有类型航弹 以炮塔座圈为宽度的舰体中部区域 有大段最上甲板辐射50毫米CNC装甲 可额外抵御正常俯撑高度投掷的250千克航弹 外侧的水平防护 可在33千米以上的距离上 防御压滑的马克星主炮发射的炮弹 主炮下方的水平装甲采用三层底布局 其靠近弹药库部分 辐射50至80毫米水平装甲 以防御磁性水雷或鱼雷对船底的攻击 为了保护锅炉免受俯撑轰炸和高弹道炮弹的威胁 大河在锅炉上方的烟道内部 设置了380毫米蜂窝装甲 等效240毫米 其开孔直径为180毫米 开孔总面积占装甲面积的66% 保证了烟道的正常排烟 除此之外 大河的主炮炮塔也受到了较为严格的保护 其正面装甲为650毫米倾斜45度 其加工难度 远超同时期其他参战国战略舰使用的装甲钢板 炮塔侧面装甲为250至330毫米 炮塔顶部也达到了270毫米 拥有较佳的抗辅车轰炸 高弹道炮弹的能力 但炮塔后部却仅有190毫米 司令塔的整体厚度为500毫米 下部的通讯线路为300毫米管状物 与下部装甲盒相连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大河的核心防护区域较小 故未能如美英战列舰一样 为主轴提供完全的装甲保护 仅在两处墮基 辐射有厚度从250至360毫米不等的装甲板 以减少应付撑轰炸或炮击 导致丧失操作能力的情况发生 其余部分的船体基本由结构钢构成 厚度在8到40毫米不等 酸强度无法与装甲钢相比 但因为叠加层数较多 在保护水瓶中甲时还能在一定情况下 达成玻璃敌箭炮弹被冒的目的 大河的TDS外壳 由14-22毫米外层结构和9-16毫米内层结构组成 以舰体外盆出布的形式不置于装甲和以外 其与水平装甲之间以某接方式连接 主连接点上方为410毫米主装 下方为50-200毫米的水中弹防护装甲兼防雷隔壁 这道隔壁后方又是两道用于注水排水的隔仓 其TDS防御标准被认为可以抵御400千颗TNT的鱼雷 高于其他末代战列舰 配合大河近3万5千吨的储备浮力 其理论鱼雷防御效果应当相当可观 但1943年12月 大河被一枚美军潜射鱼雷命中的战力 却暴露了其TDS设计的缺陷 这枚装有600磅高能雷头的鱼雷 击中了又闲三号炮塔水线以下1.2米处 造成了水线以下高5米乘25米的巨大破口 和3000吨的净水 爆炸造成主装甲带与水中弹防护装甲之间的连接处 某接结构直接断裂 并导致主装向内侧塌陷 三号炮塔上部弹药库少量净水 此后大河返航五港 并于1月入屋维修 此次战力除了这名大河的TDS设计 已经无法防御美军新型高能雷头外 也暴露了其设计上的一大问题 防雷壁水中弹防护装甲 虽然厚度足够但形变能力不足 因而在受到爆炸冲击时 连接和支撑点极已因瞬间集中的成力而损坏 这一问题也普遍存在于 南达科他、亚华等类似TDS设计的末代战列舰之上 并且导致这些战列舰的TDS实际防御标准 相比设计标准存在缩水 作为补救措施 在1944年初的维修和改装中 大河与内部空间较为富裕的动力舱段 安装了一块倾斜45度的钢板以分散受力 但作用依然有限 除了上述存在的问题外 大河也存在着锅炉轮机不知过于集中 在动力舱段遭受连续打击时 容易造成损管作业困难 水泡数量和功率较为有限 注水排水能力相对不足 TDS覆盖的舰体长度较短 导致舰首舰尾等非核心舱部位的储备福利保护不足等诸多问题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 作为用于进行水面炮战的舰艇 战列舰并非以鱼雷防护为最主要设计目的 大河在内的末代战列舰 对核心舱的重点防护 也体现了为了加强炮战能力 对鱼雷防护的妥协 总结来讲 大河与防护设计方面的表现可谓中规中矩 得益于超越条约舰的设计吨位 其对核心舱室的防御相当彻底 与战列舰中溢处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平 然而相对而言 其非核心舱室防护 损管设备等方面则乏善可乘 与其较大的吨位不相匹配 但这依然无足于动摇 大河在末代战列舰中 拥有顶尖防护水平这一事实 其防护设计 无愧于设计师和后世军迷对其的称呼 黑铁之城 每次都一层 座生所属于的火梦 窄几乎美的旱 海外都将队迫着 在这种不幸远白这些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